未来科技真可怕 居然能让智能机器人变成血肉之躯 骨骼 内脏 皮肤都是正八斤的 实打实的 强大的科技同时孕育了强大的魔法能力 这让机器人败笔在获得肉身的同时 才学会了各种非暗魔法 伤口愈合 都是小事 瞬移闪现也只是一个念头 没有CD 甚至就连恶灵骑士都无法制服它 其实不久前 它还只是个没有感情的仿真机器 但是在一次偶然的营救行动中 它读取了黑暗神书中的知识 渐渐地拥有了自主意识 艾比拥有意识后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毁灭人类 它悄无声息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机器人 并开始了取代人类计划 首先被取代的就是神盾局里的特工 科尔森没等人纷纷中招 陷入了沉顺 而意识则进入了艾比创造的次元空间 这个空间和地球简直是一模一样 眼瞅着再这样下去 人类就要灭亡啊 侥幸逃过一劫的西蒙斯和斯凯 承担起了拯救人类的进步 两人不顾一切地进入了那个次元空间 想要唤醒科尔森他们 但是来到次元空间后 两人呆住了 斯凯竟然成了九头蛇的特工 没成了九头蛇的骨干力量 甚至就连西蒙斯的男友菲兹 都成了九头蛇的首席科学家 而艾比则成了九头蛇的首领 还和菲兹成了恋人 世界已经变成了九头蛇的天下 就连神队局的标志都变成了九头蛇 但斯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在他的多番劝说 以及遭受了多次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 终于唤醒了梅的真实意志 随后梅拿出了太润水晶 帮助次元空间里的斯凯恢复一人能力 恢复能力的斯凯准备救出其他人 冤家路窄 很快几人就在每队曾经遇袭的电梯里相遇 斯凯一记振波能量将艾比打出了大楼 重重的衰落在地 幸好在次元空间不然早就血肉黄飞 但是他并没有立即站起来 而是装成了命不久矣的样子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男友飞兹难受 为了艾比的命 飞兹找到了黑暗神书 利用书里的科技 制造出了连接次元空间和现实世界的机器 随着次元空间机器的启动 现实世界中的机器也开始启动 不要问我为啥现实中也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 随着现实世界机器的启动 一具肉身开始慢慢地出现 而这具肉身不是别人 正是艾比 它即将彻底成为肉体之躯